新年中山里的奇迹公园又多了一个新亮点 里长潘威智将空心砖涂上了颜色 组合排列之下 隔成了一个个小区块 打造了一个俄罗斯方块小花圃 开放给里民任养种植花草 不但色彩缤纷 而且疗愈人心 红的黄的蓝的色彩缤纷不规则的排列 让你想到了什么吗 是不是很像电玩游戏里的俄罗斯方块 没错就是出自于这个创意 新店区中山里里长潘威智 在里内奇迹公园旁的一块空地 创造出这样一个五颜六色的俄罗斯方块小花圃 本来我们这个公园就做了一些梯田的设置 那因为有斜坡的时候 就要想说怎么样去把土挡住 然后让它种植可以有一个立体的感觉 那刚好这个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 玩那个俄罗斯方块 就想用空心砖把它彩色之后呢 会有这样子的效果 里长潘威智表示 许多人都玩过俄罗斯方块 而空心砖的排列 其实就很像在玩游戏 所以他请里民协助涂上颜色 再隔成一个个的小区块 有里民任养种植花草 不少里民看见这样的创新巧思 都大大称赞 我觉得蛮有创意的 那我们从上面看下来 你知道那个好像是新北市的CIS颜色 你看好亮 好亮 而且它就有点像那个俄罗斯方块这样子的组合 很有几何的线条 我觉得很棒啊 他刚开始放砖的时候 我就知道它会很有成就 会很有成就 因为那个那种创意啊 会让人家感觉完全是一种创新 每个小区块都有不同的里民任养 可以自由种植各式各样的花草植物 这样缤纷的小天地 让来种花草的里民长辈都觉得很开心 里长潘威智就说 在这个俄罗斯方块小花圃 里民除了可以相互交流 最重要的是自我心灵的疗愈和放松 交流之外呢 还有一个疗愈的感觉 我这样说浇水是一个疗愈 我常常提起他们说 你不要帮别人浇水 我说浇水是疗愈 那你帮他浇水的时候 他也觉得你可能没有认真浇 他也要来再浇一次 所以我就说 你只要照顾好你自己的区域 这样就可以不要帮别人浇水 不要帮人家做他这个疗愈的事情 原本灰色的空心砖涂上了颜色之后 排列组合之下 竟然成了多彩多姿的小花圃 现在更成了中山里里内 最疗愈人心的小田地 记者杨帮友 曹芳琪新店采访报道 是期待我了